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变自己 而现在他是一位武术老师 靠着研发独创的唐诗功夫 趣味课程结合品德教育 文学跟武术 让小朋友借着吟诗打拳 培养文化底蕴 还可以防身保护自己 订阅诗 李白 李白 床前 明月 刮 仪式 地上 双 抱拳 很好 各位小朋友 小朋友大声朗诵着唐诗 手脚也没闲着 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 所以我们手就变成这样 好 把它分开了 变成超级大颗的月亮 在干嘛 在发光 它的光是白白的 很亮很亮 所以我们就把两只手分开来 月亮再发光 唐朝诗人李白的靖夜思 在这里成了小朋友学功夫的口诀 把唐诗和武术做结合 这样的创新发想来自这位七年级生 台湾的优秀的武术老师非常多 可是他们就像大学的教授一样 非常的专业 可是在幼稚园的这个阶段 基础推广的阶段反而没有人 然后尤其是交六岁甚至是三岁的小朋友 那每一个人都说扎根扎根 我们应该从小扎根起 结果这个区块竟然是空白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何不从这个阶段进来 我想要成为台湾武术圈的幼稚园老师 我要让这些小朋友跟这些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借着我 认识武术的基本的轮廓 轮廓然后喜爱武术 七十年次的人培豪文化大学国术系毕业 会突发奇想自创这套唐诗功夫 竟是来自一段悲惨的童年 我小时候是长达六年被校园霸凌的经验 所以我一直是到十六岁才开始学习武术 学武术之前我因为被校园霸凌 所以长年的淘家 淘学 课业变差 甚至结交了坏朋友 所以武术对我而言不是只是 普通的强身健体的一种技巧 他对我而言是改变我人生 那个很重要的契机 由外婆抚养长大 从小家庭的不完整 加上挺弱多病 让任培豪几乎在沮丧和霸凌中度过童年 直到十六岁生日那天 他才决定开始学武术 要让自己的身心都变强 不平顺的童年 反而让任培豪更有同理心 把唐诗的文化底蕴融入武术的套路里 希望能向下扎根 中国文化里面的那些美德 传统融入在其中 慢慢的不是只是让他们念诗家打拳 他们一堂课结束之后 甚至他们会清楚 比如说闽农师 他们会清楚农户很辛苦 爸爸妈妈很辛苦 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去把它吃干净 不要挑食 更要感谢爸爸妈妈对他们的付出 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一个三岁的娃儿可能话都讲不清楚 他在一堂课的结束之后 能够朗朗上头一首诗 能够打拳 充满了笑容 而且他们会借着我这堂课 原本躁动的样子变得更稳定 更内敛 我现在要计时一分钟了 请大家都把眼睛闭起来 那闭上眼睛的时候 感觉自己像在睡觉一样非常的放松 抬头挺胸 背打直 眼睛闭起来 在开课或是结业的时候 结束课堂的时候 他都会要求小朋友要做收心 要做残坐 要做静坐的动作 那我觉得这对小朋友来讲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培养他心性 可以去沉稳下来 其实幼儿园课程都会有背堂诗 那他就可以透过对堂诗的认识 然后跟身体的动作结合在一起 除了可以运动到身体的很多 我们平常做不到的动作以外 然后也可以就在堂诗里面学习 新一剑 先人指路 一 二 三 盖步长剑 三 五起见来 架势十足 就读小学四年级的林子君 看人美好一样 因为从小体弱开始练武强身 他本来很瘦小啦 那因为练武术加上游泳 所以他整个体质就有改变 然后所以他也觉得他自己比较健康 小时候因为瘦小也难免会多少有一点点 不能说被霸凌 但是基本上就是 那以前人家推他他可能就摔倒 那我们也不喜欢跟人家动手 所以我们就叫他练了武术你蹲了马步 别人推他他摔不倒 别人以后就再也不敢动他了 所以武术最高的原则是指哥为伍嘛 就是我们不是真的要跟对方打架 不只耕耘儿童武术教育 任美好更把他当作文创来经营 我常常会跟人家反映说 文创应该其实不局限只是 看一部电影或是看一个戏 应该不是只是一个马克杯 或是一个艺术展品 我觉得文创应该是融入自己文化生活中间 我把学生当载体 我把文化的概念放到身体里面去 他走到国际的时候 他打的每一拳每一脚 都在凸显自己的文化价值 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创在这里 推动武林文创这条路不容易 2009年他正式创业 推动唐诗公布 一度被武术圈视为异类 传统的武术圈完全否定我 甚至攻击我 他会觉得你这样的突破跟创新 不仍不类 你到底是武术还是文创 还是你到底是一个文化的教育 你怎么感到混在一起 所以当初连我自己的大雪翘的时候 从此之后就对我开始非常的讨厌跟厌恶 那我只能说没有办法 因为有些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我尊重 可是也因为如此 所以当初在推广的时候非常困难 再者 市场过去也没有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当初我去外面各个运动中心 救国团 YMCA去做推广 甚至去各个连锁的幼稚园 毛遂自荐的时候 很多人听不懂我到底在教什么 蛤 唐诗功夫是什么 我觉得这段过程中间 我像个苦行生 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宣扬自己的想法跟理念 不知不觉走到九年 可是事实上每一步其实都非常的痛苦 无数结合文创的创新概念 逐渐很接受 人排好不止迷古 而时的薛翰 更意圆了自己的武林梦